AudioJungle 创作员,二十多年来在四川文学,丑小鸭,百花园等录内外杂志《暴力发》中短篇小说,各类文章记八十万字,前后有诗集《老鹰言》,短篇小说集《朱环是一种鸟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黑雪》,散文集《心灵的轮回》,长篇小说《艺术家的生涯出版》,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,一张大护,痛,并快乐着说来,小潘还是个光明出身, 父亲是北宋年间某地的退休官员,而且为人不错,不幸一场大火,毁掉他家庭幸福和亲情,他只身脱逃,之后,十四岁的他,卖身脏筋,进入苦学狼窝,辗转王财主家,又转让他张大护,期间仿佛还在按摩坊洗脚城待过,肯定是其生活污点,已经写尽了个人档案,老张看中以后的小潘天生励志之情失去, 有点业余文化吹弹歌舞之后能帮着家里寄贬豆芽小账,也许还能生个孩子传宗接代,可是,老婆是个大兔坛子,桌子上花瓶看,可以摸摸不行,二十四个小时死丁,每周定时间开锁,进行一看二文三探寻的超声波检查, 还让老张诸东汇报思想,一闪音邪念,就跪倒床险口头兼书面检讨,好在老张入学中果秀才,比莫不难,再说,他有喜欢的金莲小脚欣赏,这点癖好老婆留有余地没有名,另禁止,但是,爱情上也要与失俱近啊,老虎也有大顿时,有次老婆回娘家,老张说普小潘同意将保护层冻开, 欲死欲歇了一回,谁知道身处藏有的萧银断杨肖,将老张的那话窄却,作鬼也崩流,鲜血长流让他成为真正的老公,他心自尖尖在痛的是促老婆将心爱的小潘提供给著名的丑鬼,三寸钉鼓鼠皮五大,无常使用,还谢绝节日上门慰问,气死他了,十分美好的是小潘走时候,赠予了那只绣鞋,香香的能够带给他剩下的回忆遐想和快乐, 还有现香连欣赏会父会长的荣誉,虽然下端空落落的痛楚的更加厉害,最后的冬天,大户老张缩成戒团,躲在绣鞋内,与老婆诛过一回迷藏,在服用过量安眠要幸福的睡去,连同他对金莲的香艳好梦,二,无直,死,没有愿由大郎是个天性忠厚善良的人,于是无争,倒不是只因为生的诸如般,白小丑陋没有出息, 是因为初小毕业以后,父母因十亿文证双双亡,故没有报考成高小,只会加减不能成熟,现在这点文化只能记录点,每天吹饼进出的小账够用,所以还能担起担子当邮贩,每天与城管周旋, 还希望申请执照,开成五家吹饼铺面,妻子金莲的到来,是上天恩资的福气,一个铜钱美好,还白白生受张家许多嫁妆,没有吃过猪肉看见过猪跑,他心里也明镜似的,小的张大户,与金莲的关系,白白送把母职这个心里 身里扬为的矮哥当老,不是发母珠峰,游泊的人,王思义板贪金莲和五大郎成亲的晚上,进入洞房的不是老五反,而是张大户,以后,老张才渐渐少来走动了,是因为有病,老婆对于五十只是早晚说,说话不至于寂寞的女人, 每天三餐做好饭时汤水,等候丈夫回家的妻子,热天摇善屈纹,冬天暖被窝暖脚的婚家,没有孩子带挣住了钱,随便领养一个便是,想难就难愿女就女,反正是姓咱们的五,以后,他看见兄弟五二喜欢小潘,小潘也忠意这打虎英雄,肥水不落外人田吗? 他倒是想成全让小潘没了埋怨,他跑前走后后,都在为他们友好提供条件空间,只是兄弟五二骄傲不肯就范,以后就晓得了,这妇人借王婆拼上,开生要父子的西门官人,大郎去证实情况反被踢伤,指望小潘回心转意,他反而又要毒死亲夫,也认了,王婆与五大郎只是害怕,五二回来不肯饶恕则割,果然,五二也太好了, 太狠了些,托梦报仇其实是想放掉金莲,傻瓜,梦是反向思维啊,没有脑袋的潘金莲到了地府,成天跳着扭着我吵闹不得安宁,还几回扯掉我的裤腰带子,阎王爷也不认真管管, 其实,真实的五只本是知书十里的秀氏,身高一米七十二,曾经中过朝廷进士,在县里认过父母官,因为得罪了某多罗恩人,被描写成为所男人老婆偷人自己惨亡的家伙,千年过去仍没有机会招雪茗玉啊,五大郎迎娶潘金莲,三五,二郎,杀,仍有爱惜以为我崇拜流血, 就不懂得怜香惜玉,欣赏漂亮妹妹啊,大错,当在锦阳刚打死掉金白鹅大虫县里披红花游街,见到大郎和嫂子,尤其是年轻美貌的嫂子时候,令人眼球一亮,天下还有遮吹弹得破皮肤,眉目传行勾人灵魂的美人,打扮也入时,引领服装前进新潮流,分明是梦中情人,怎么会是我嫂嫂呢? 望第一眼起,便欣欣然喜欢上她,只懊恼相逢未嫁,讲话都要顾及礼貌礼法,扫前扫后的,我呸,而且五直看起来大大咧咧,心里鬼到极点,啥都明白,否则这块羊肉能够掉进她的嘴巴,这个有物实在动人啊,我承认,心里有过亲热嫂子的念头,甚至希望哥哥抱病或者有别的理由消失, 我已经从嫂子的眼睛读出惆怅哀怨,感受到温热身子的蓝蛇之气,还有指望拯救于水火的期盼,从嫂子劝我霞那斩鸳鸯酒,突出的婉转嗓音,便知道这女人是喜欢床榻欢乐的,而大郎与嫂子肯定没有,这对一个年轻妇人,青春漂亮妇人公正吗? 抱恬天恶,还对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,缺乏公正和责任感,可是我不能,这与她无视的信念和理想不合,终于她出差,有了姓西门的江湖混混混勾引嫂子,还残忍震毒死我哥哥,就非让钢刀见血不可了,嫂子不能属于别人,做了就去死,都杀由那个肩夫不费气力,而杀嫂子这个大美人,就是神经和肉体的双重折磨,越是暴, 尽快让她勾人魂魄的眼睛闭上,我是她吐露鸟鸟语音的,和给人相等的嘴唇,另好看的桃花脸塞失去颜色,就是胜利,割掉她带笑的头颅,在灵前更具美学意义欣赏价值,当我撕开嫂子的衣襟,看见如雪铺沉的胸膛时候,后悔了狼羊豪淘了,可是刀已经架在女人脖子上面,我不能不狠命那么一般, 让鲜血散开成裸体女人高潮的花朵在凋谢,已经是彼此宿命,四,西门观人,玩,还相当认真从来不缺钱还有女人,每天嘱咐过生意跑过衙门,便是沾花惹草的大好时间,花街流向的宝,谁不晓得她西门是玩弄感情的高手, 床上翻江倒海的功夫也要许多人比,玩过了还愿意雅致的收藏,所以家里的机械歌迹十女皆是当地美人,潘金莲只是她新鲜看重的一个,绝非最后的爱情,水浒里面描写相对简单,笑笑声的金瓶梅的演习过程,淋漓尽致得多,玩出了古今中外的专业花样水平, 在使用娱乐用品方面,最有心得体会,还因为她就开有兴趣商店,在国际挂有这方面研究博士的头衔,逃离天下带男女学生的,鉴于她做学问积极实践的认真态度,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教育小潘,最后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者,新解放运动倡导者和组织者,立在当代公在千秋,在当时没有杯水主义的说法, 戴小潘式的冠石疗法风云一时,她认为,生活是靠欲望推动的,如天人吃的三餐饭时,一讲数量需要二看完成质量,再是累计效果,雄性的义务就是在填鸭冠石女人的运动中,帮助别人满足自己的,谈什么辛苦呢? 比如,你西门官人豢养几只羁鸭,在杀之前能不让他吃饱长肉,让其没有心理深理遗憾,男人发展人类社会就是若干精虫,没有女人灵魂敞开成吗?运动的一个个高潮才是光辉灿烂的顶点,坚持与奋斗是唯一通向最后快乐兴奋的向上途径,死是最高境界,水浒里面西门是与武松战死, 金平梅里面是与小潘在床上蜜糖而调脱羊猝死,据说西门在于家扑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那个之后,回到家里小潘飞,要她当场完成作业,就在西门的灵堂,金莲还与自己的女婿陈敬记,以火辣热烈的行为艺术作为奠记,希望西门官人在酒泉下也充满喜庆和娱乐,但愿只是文人骚客的性夸张幻想,不可否认, 潘金莲对工作完成,是态度极端认真负责的,创意方面比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,潘金莲与西门庆舞运歌,和酒等,恨,有些懊恼对于这些有权有势的男女勾当,有觉悟的群众是一份填膺的,急于谴责声讨的,吃饱饭撑的,不少穷人兄弟连媳妇都娶不起, 这些家伙三七四切搞不满足,还到处采集野花,皇帝还公然嫖娼,不是严重的社会性需求分配不公是什么,所以,宋大哥们愿意占据水薄粮大碗酒大快肉山大,分金小称分银快活,连堂客都是瓜分的,是大土豪猎身战利品, 大姑娘小媳妇花花扑盖啊,随便挑随便盖,生的娃有幼儿园管理,年轻十岁老子早造发去了,在紫石街做团头的和酒,不止一次这么慷慨宣言,运歌与五大郎幼小年纪的运歌半懂,但是他去找西门大官人推销水果时候,被茶馆王婆臭打过一顿,方明白这马伯六也是在西门身上片银子, 其中女人就是五大漂亮混家,丑事情,当会是五家哥哥知道,抓奸出口鸟气,可是五大因为抓奸受伤还丢掉性命,就是运歌闹不明白的了,可是人今何酒疏小的,五大被监夫因妇毒死,兄弟二郎回来肯定有事,他不是个肯善语的汉子,清河县便黑人压成城欲催,有腥风血雨来临,未不见血,何酒做了些手脚留下来, 五二灵堂社会时候果然起到作用,当五二抓住嫂子手起刀落犯法杀人,面见刚才好好的妖娆漂亮的微笑着的女人,瞬间身子扑倒少了脑袋,对于运歌只是桌子上的鱼肉吃饱以后的畏惧, 对何酒就是惊恐后幸运的叹息,好汉杀人比捏死之鸡简单容易,尤其是没有腹肌之力的女人,运歌通奸的罪恶全在王婆西门庆,小潘是受了坏人引诱,或许是可以再教育好的子女,想不到,真的想不到结果这样,热天有一次在家楼,听见对面五家有浮水声音, 和酒书用卖国买来的单筒眼镜,苗剑门凤有人洗澡,那身子,皮肤那身情相当动人,这死婆娘喜欢有钱小白脸只有西门洞的,胡子老和没门,这妇人生性淫荡,不如早劝五只迈进秦楼生前再宣老婆,物尽其用让所有喜欢她的男人玩个死去活来回肠荡戏,现在这种鲁莽的死法实在可惜,五二这次听不尽任何正确意见,六 清河县令,笑,不乏称赞清河县,许久没有这类案子发生,西门庆潘金莲,还是肩夫爷夫桃色和做谋害亲夫,又得这闹热了,别的不说,单是三流小报下流刊物的渲染夸张,成为茶余饭后的新闻谈资,传说相当离谱,讲的是打虎英雄五二郎暗恋上了嫂子,而嫂子嫌她鲁莽不懂风情一情别恋爱上了有钱的小白脸西门, 由于优惠时间地点安排适当,才酿起一场破天的血案凶沙,吴大飞是被小攀毒害死亡,因为她夜里起身接受,看见老婆上错兄弟的床,在上面胡天胡地快乐的发老母猪哼哼,哦气福的乐果,该农药是赶场天用十个吹饼找商店换的,算来价钱不贵,效果很好, 刘县领是个快乐的青年,不久前从人类二十一世纪建筑时空机穿梭而来,导宋朝考上个带一般职务的公务员不成问题,对于潘金莲与西门等扯皮公案早已经烂熟,四川鬼才作家魏明伦,邪国轰动一世的现代川剧潘金莲,放现代社会,简直是个好女人吗?杀死亲夫是有隐情的, 所以,劝武松以何为贵,无非吃台要西门庆赔礼道歉的酒席,握手言欢,再拿出若干赔偿费修前一了百了,当然,对于武松这么个英雄人物,社会舆论脸面要顾,所以嘱咐彼此在繁华街道的狮子楼饭店上面亮相打斗一场, 让西门庆最后败下阵来误伤一二观众,武松冲军苍州,还是有官家照顾的,以后前途不属于在清河县做都头,独死五大的罪名,派给王老婆婆就是,反正她岁数也是火到了头,火寡她是给少娱乐活动的本件,增添一些欢愉看点,清河县县令小编提示,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敬请关注,点赞,转发,欢迎参与评论, 说出您的想法,若不喜欢,敬请留下批评,分享您的见解。